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革命性的放大模型 这个是由TypeAZ Labs这个实验室研发的 那关于这个公司可能很多人都用过它的产品 我们其实很多的视频优化都是用TypeAZ的AI的产品来进行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放大模型 其实和传统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传统的放大和精细化或者叫高频模型 它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时针的元素在里边 而且放大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技术它的整体的展现 大家注意啊 左边是原视频 右边是经过放大之后的视频 或者叫增强后的视频 那这种增强呢 当然不单单包含放大 还包含内部的修复 各种各样的技术以及技巧 那当然呢 有一些这种影视的片段呢 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些展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的是原视频 右边的是处理过的 那这个就更直接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经过增强之后的视频 人物的细节啊 整个的色彩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展现 而且呢 人物没有时针 有一些修复模型呢 其实会有stability function 也就是稳定扩散人物的一些特点啊 就是你放大之后呢 这个人物看起来 他就像一个AI人 不像我们原来视频当中的那个原始的角色 或者原始的人物那个样子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左边的视频里边 噪点也是很多的 但是你看右侧 他除了保持了整体视频的这个环境啊 光照啊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之外 人物呢 也保持的非常好 降噪 以及放大的效果呢 也处理的非常的棒 包括这个 大家看一下 左侧呢 是原视频 右侧是处理过之后的视频 那由于这个镜头来的比较近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呃 这个男主和女主在处理过之后的面膜 它的表现呢 是非常精细的 对吧 呃 那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例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展示了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怎么去用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要用它的话呢 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这个呢 是我之前处理过的一个视频 其实我这个视频呢 本身呢 就是一个高清的 那我们可以打开一下这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啊 整个的细节处理的都是非常棒的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 大家注意啊 它现在是一个1920x1080的 而且呢 是24帧每秒的 对吧 整个的清晰度呢 也是非常高的 大家可能会忽略掉 视频放大这个模型的作用 那我可以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下边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边 用到的一个工作流 这个是一个会员生成视频的 那我这儿由于用到了 rewards模型啊 也用到了我自己训练的这个laura 所以说生成这个人物的质量呢 还是非常高的 那整个人物的表现 环境的表现都还是非常棒的 但是呢 你注意啊 我现在是一个848x1480的视频 所以说呢 我只能跑33帧 我跑49帧的话呢 是勉强能跑过去的 但是我没有这样去做 因为它中间可能会爆显存 我还得重新跑 它有时候能过去啊 有的时候过不去 而且我这还用了tcash 对吧 用到了加速技术 所以说呢 大概这个上限就是这个样子 那即便我跑到49帧 它也是这个样子 那下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将整个的分辨率 给它降低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啊 就是分辨率降低 对于视频的长度呢 其实有很大的增幅 比方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这个呢 是640x368 大家看视频的效果 那我现在的帧数 已经到了多少呢 到了97帧 对吧 然后呢 我又试了一下 121帧呢 也是有的时候能跑过去 有的时候跑不过去 那我继续将视频的分辨率 给它降低 就是512x288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视频的效果呢 其实在人物上呢 已经显得有些模糊了 但是由于它镜头拉得比较近 所以说整个人物的细节 还是存在的 并不存在走形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非常大的问题 我如果拿到这样一个视频 它其实已经接近5秒了 对吧 如果按24帧 它已经接近5秒了 那我现在呢 其实可以将这个模型 直接给它放大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视频 那这个时候就取决于 你这个放大模型的质量怎么样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试一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视频 看一下它的详信息啊 它目前呢 是640乘以368 然后是24帧 大概2秒 那第二个视频 这个呢 同样是640乘以368 这个是24帧 这个已经到了4秒 也就是97帧那个 然后这个呢 现在是5秒 是512乘以288 这样三个 那如果我们现在去放大 看一下效果会怎么样 那我们先来放大最小的这个 就是5秒的这个 它的文件名是546 下边呢 我们打开刚才看到的 这个Top Labs 这样的一个放大技术的网址啊 这个技术呢 叫做Starlight 如果你翻译的话呢 可以翻译成叫星光 它目前是这样 就是你一周呢 是可以用三次的 而是免费的 当然呢 你还可以付费 进行早期的访问 这样呢 我们就是免费的啊 我现在呢 是用了一次了 对吧 那我现在呢 留着两次 那我们就只能放大两个视频 我们先来放大这个最小的 我们点一下这个Upload Value 然后找到我们这个546 这个视频 它放大的速度呢 应该还是比较快的啊 然后呢 我们来点一下Render 现在开始上传 开始处理 大家看一下处理的速度 还是可以的啊 因为它必定是5秒钟嘛 需要一帧一帧的进行处理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处理完了 那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右侧的视频呢 比左侧的是要清楚许多的 其实呢 我们也是可以从右侧这个角色 看到AI修复的一些痕迹的 但是不像之前的模型那么刻意啊 下面大家需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上传的这个视频呢 应该是小于300帧的啊 那你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要小于10秒 不能超过10秒 一般呢 我们用AI生成的视频啊 不会大于10秒 很少 除非是用这种平台 比方叫可灵啊 或者是海螺 这样的平台生成 然后去延长到10秒 一般的就是在5秒左右 所以说大家心里边有个谱就行啊 你别传一个特别长的 这个是不能处理的 另外的话呢 你注意啊 为了方便对比这个视频 它这提供了一些快捷的按钮啊 比方我们可以选不同的 对吧 你可以选这个 大家注意啊 那就是就往这边拉啊 大家注意 这是处理过的 这是未处理的 非常的棒啊 你看用哪种方式去展示啊 能够让你看的比较清楚 你就怎么去展示就可以了啊 好 下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存起来看一下 它的名字都叫Inhast啊 所以说呢 我们给它稍微改一下 跟原文件呢 基本出名 我们加一个Inhast 然后保存一下 下边让我们看一下 它的基本的属性 它现在呢 是1920x1080的 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 下边呢 我们来放大一个这个544的啊 544呢 它现在的分辨率是640x368 那我们同样来处理一下 大家对啊 现在呢 我已经用了两次了 我还剩最后一次 所以说呢 我们上传一下544的这个 然后呢 我们同样给它Render一下啊 就是渲染一下 这个帧数相对的少一些啊 大概是97帧 所以说呢 它会更快一些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也处理完了 那我们看一下 右侧的视频 明显的也是比左资料清楚很多的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对吧 非常的棒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个也下载下来 那它的大小同样是给处理成了1876x1080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那你可以认为它基本的放大基准呢 其实就是1920x1080啊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我所有的都已经用完了啊 那么就不能再上传了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叫start light啊 叫星光这样的一个技术啊 非常的棒 我觉得这个模型在放大模型里边的确是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大家注意啊 其实这个实验室呢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 但是呢 它用起来可能不那么好找 大家怎么去访问呢 你可以把后边这个删掉 我们直接访问app.hoppazilabs.com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基本的处理啊 比方说amblare啊 还有denoise 还有这个sharpin啊 就是降噪 然后锐化和这个消除模糊 我们简单试一下 我们先消除一下模糊 这样我们上传一张图片 上传比较小的这个吧 或者我们存一张也行 因为它不是正脸的 我们打开546这个没有被处理过的 这个截屏呢 大家用浏览器就可以啊 然后呢 我们直接呢 把这个视频给它打开 然后呢 暂停一下 我们找一个 比方这个 那我们幼稽 然后将视频帧另存为保存一下 下面呢 我们处理一下它 上传一下 就是这个 打开 然后点一下preview 然后呢 开始处理 来对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比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技术 可能还要好很多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打开它看一下啊 对它的大小 其实并没有变化 是吧 我们看一下它的属性 还是512x288 但是这个图片呢 的确就清楚很多 这个就是消除模糊的一些处理啊 下边呢 我们可以继续来降噪 选择denoise 然后同时呢 我们来上传这个图片 那我们上传原始的这个 然后打开 然后同样preview一下 大家注意啊 这是降噪 差不多是吧 这个是消除模糊 这个是降噪 或者它都可以叫enhanced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还有一个叫sharpent sharpent这里边有一些选项啊 比方说你可以只对某一个物体进行处理 还有是对所有的物体进行处理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针对主体的 一个是针对整个图片的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还是上传一下原始这张图片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preview 这是原始的 这是blair 这是denoise 那这个呢是我们sharpent之后的 对吧 现在呢 基本上只对主体起作用 如果我们选成everything 我们再来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对背景也是有一些锐化作用的啊 但是由于你这个原图 它就是比较模糊的啊 所以说可能达不到说整个变清晰 这样一个目的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它提供的图片的一些功能 这个呢并不是免费的啊 这个是需要消除你的点数的 你注册之后默认应该是有20点啊 然后你每生成一次这个图片 就会就会耗费一个点 对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质量也非常的高 对于大家来讲 可能平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今天我们重点是讲了 TopoEasy Labs 它这个Start Light 也就是星光这个模型 同时呢 我们也讲了这个实验室里边 一些其他的模型 那这些模型呢 相对于我们自信研发的一些开源模型来讲呢 质量都是更好一些的 希望呢 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啊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我们就说这么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